外界也在关注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的态度如何呢 那么今天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的首场国情咨文 除了美国民众所关心的内政问题之外 拜登对于这个乌尔局势也有了最新回应 带您来听 好拜登的国情咨文是以乌尔局势作为开场 除了宣布新一波的制裁 会让俄罗斯更孤立于全世界要普丁付出代价 同时他也誓言会保卫北约成员国的领土 但是拜登再次澄清 美军不会进入乌尔的国土参战 不过会全力的支持美国的盟友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